滿足這個方程式的解x等於多少 好 這個方程式的四個分式 看起來如果硬要我直接盛開 我應該會發瘋吧 因為你看它的分母是不是 盛起來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題怎麼辦 觀察一下你會發現每一個分式啊 分子都比分母多一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辦呢 我把第一個改成1加上x加1分之1 然後第二個呢叫做x加7分之1 來第三個叫1加x加5分之1 最後一個是x加3分之1 然後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啊 這個1是不是就可以都不要了 好 那我剩下的這四個分數 我如果直接通分好通分嗎 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沒有那麼好算 所以我們需要一點小小的技巧 我們呢 換一下位子 把誰跟誰換 我想要換到一個 待會兒乘起來之後呢 最好是有關聯有比例的 有沒有這種東西 好 你看喔 我這裡如果通分的話 是不是叫做x平方加8x加7 這裡通分的話是x平方加8x加15 這樣有沒有好用 似乎也還好 對不對 但是呢 我這邊的分子是2x加8 這裡是2x加8 也不能說不好用 可是我希望分子變成沒有x 感覺會比較好算 因為如果你算出來 我的分母是平方 然後分子又一次 我待會去交叉相乘之後就會變3次 我就會覺得有點不好算 所以我要怎麼辦 想辦法讓我的分子沒有x 那我就要換位子 我要怎麼換 反正現在就只有4個啊 不是這樣就是那樣 所以來 我就把後面的這兩個換位子 所以就會變成 x加1分之1 減掉 x加3分之1 然後呢 這裡就會變成 x加5分之1 減 x加7分之1 好 我來試試看通分給你看 通分之後 x平方加4 x加3 分之 x加3 減 x加1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 x平方加12 x加35 分之 x加7減掉 x加5 好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的分子是不是等於2 這裡的分子是不是也等於2 對不對 所以這兩面的分子一樣 而且沒有 x 所以我去把它交叉相乘 成開的時候 我就可以得到 x平方加4 x加3 等於 x 平方 那你说其实变三次可不可以算 其实也是可以啦 只是你要小心一点下去计算 所以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可以从这里直接去盛开 其实是也OK的 好吗